这娱乐圈进来还真的是好事连连 前脚天王宣布恋情 这后脚何润东和玄子呢 在电视剧《美丽的秘密》发布会上 宣布好事将近 玄子的男友是李茂 那何润东的女友又是谁呢 难道是和他绯闻传了八年的Peggy 17日由何润东选子宋倩领先主演的电视剧 《美丽的秘密》开播发布会在京举行 发布会上何润东和玄子这一问一答的 难不成两人在一起了 答案显然不是 这喜讯倒是不假 只不过两人的对象都另有其人 玄子和歌手李茂被拍到在婚纱电视婚纱 双方承认大婚在即 恭喜恭喜 玄子这边明朗了 那这何润东的女友是谁呢 为什么大家公布恋情都要发牵手照 好吧那我也不例外 原来在同一天的下午 何润东突然公布了与一女子互相牵手的照片 但没有露出正面 究竟是哪位其女子让爱情中出了名低调的何润东选择公开了呢 其实在9月12日何润东就曾拍到身边有一位皮肤白心 穿气这款小黑裙的女孩子 这位女子正是和何润东绯闻传了八年的全美人拍给 是假的还是可以吗 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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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当时何润东还失口否认 但可以确定照片中的先手女子是拍给无疑 拍给的话 她不是全内人是吗 不是 这些东西呢 这是网上的写的我知道 就网上那些是准确的是吗 没有什么要去隐瞒的 操作何润东女友首行就是名为拍给女生 如果像接近人说的那样网络消息准确 那我们可以知道1983年出生的拍给 曾经是一名张贵小姐 身高1米68身材较好 并在两人交往后辞掉工作 默默陪伴何润东 曾经嘛曾经是 她有自己的事业的有工作 早在2009年何润东被拍到与一群好友亚马路 拍给就在其中 当时两人已经交往两年 正面照中的拍给有点年轻版观之灵的即视感 在相恋的八年中两人很少被拍到 可见何润东对恋情的呵护 可能之后有什么相情节目啊 我可能都会频频看到我出现 这次何润东直言自己要来真的 准备为女友准备隆重的婚礼 我觉得如果有感情的话 我觉得希望说还是先低调 然后真的要很稳定的要结婚 我觉得再一次公布那个喜剧 因为不希望说有太多的关注 他确实是有打算 就是想要去稳定这个东西 何润东甚至规划起了未来有宝宝的生活 稳定 稳定 美好 美丽 我觉得我是一个 会是一个还OK的宝宝 我觉得从他出身给他画眼线 新闻再现 综合报